第02这一题,第一个就是格式部分的要求 第一个就是像这样的格式 也就是今天的时间,日期跟时间 那格式的话你会发现 越底下的它的格式越详细 而且越复杂 那刚好跟那个格式的这个参数 实际上是有对应的 这个是最短的,这个是中的 这个是长,那这个是完整的 也就是我今天需要几个类别 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边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我怎么产生日期 这个日期的部分呢,我可以用一个class 这个类别是放在util底下的一个date的一个类别 那你import的时候呢,你可以把import start 那import start就全部 util里面自然就会有date的这个类别 另外呢,我要把它做格式化呢 我还需要格式化呢,需要一个 java底下有一个test的套件里面 会有一个dataformat的一个类别 那这两个都要把它记下来 你要利用这两个才有办法 先知道时间,再去格式化它 所以一个是date,一个是dateformat 它分别放在不一样的 这个套件里面 util跟test里面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也是建立一个class 那个class叫JVD 题目里面预设是JVD102 那当然我习惯会有第几次做的话 我底线给它第几次 那输出前面的这个内容比较简单 就printlite,printlite里面的话呢 就给它单引号 这个底下的话呢,底线 双引号,然后底线 然后当地时间 这个地方是我们要输出的上半部的格式 再来呢,我要宣告一个date date的物件 那date的物件呢,它需要 它可以做到什么呢? 它可以取得时间 那取得时间之后要格式化 格式化这边有四个条件 分别这几个 那我要怎么去把它做格式化呢? 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用这个dataformate的部分呢 去产生 那产生的方式的话呢 我可以,因为我这边要怎么去宣告 这边的话呢 一样用什么呢? date formate date formate formate的话呢,我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得到一个get get date 这边的话,我宣开一个dataformate s 好了,因为它是短的 然后呢 我怎么取得它的格式 这边呢,记得dataformate里面 底下会有个点 get date time的 instant 这个方法 那这个要背起来 好长一串 当然 在那个 在 这个 Eclipse 很好 就是点之后的话 会有get date instant 可是在记事本里面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 顺便 背个单字吧 get date time instance 好 其实就是由四个单字所构成的 get date time instance 好 那 这边的话呢 当然 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参数 那后面 我怎么知道这后面有什么参数呢 实际上 你有几个方式 你游标放在上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它这边就秀出它的这个参考说明 参考说明后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两个参数 参数的部分就是 一下 参数的部分呢 这个参数呢 是决定什么呢 决定日期 后面的参数是决定什么呢 决定那个时间 所以时间日期 就是我们要的有没有 时间就是西元 后面就是日期 那参数的部分有哪一些呢 实际上 你可以在这边呢 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参数呢 你可以用 dataformate 点 后面点 当然这边 有几种类型 就是说 有shirt 就是说短的 还有media 跟那个long 跟f 有四种参数 那不过 因应考试或平常记 说真的 你要把这个单字背下来 有点麻烦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这样子 短的话就是零 它的参数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零 这边也是零 这样就好了 好记吧 零零就好 或者dataformate 就是点 shirt 不过记零可能比较好记 你就零 零的话就是短的 然后呢 copy 第二个是什么呢 中的嘛 所以这边的话改成m 然后这边改成什么呢 改成1 改成1 这样就好了 再来的话呢 再来就是long long 就是完整的 完整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这边把它改成l 然后这边就是2 这边就是2 好 这样很简单嘛 那第四个就是什么呢 意思类推 这边就是3 这边就是3 然后它是完整的 所以是f 最后的话就把结果秀出来就可以 那秀出去的方式就是system out print line s 那.formate formate 这边就把它格式化 因为我们取得的是一个dataformate 它有个方法 就是可以去做格式化 我把它丢过来 丢过来之后呢 再加上一个s.formate 把它格式化成我们要的那种格式 那最后呢 当然我们就把这个copy 那一样 s 再来是m 再来是l 再来是 这边就把它改成m 再来就是l 再来就是f 好 就可以把它print了出去 就是我们要的 第一个先把格式先建立起来 再来的话呢 丢到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取得是一个date 日期 也就是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 这个现在的时间的格式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格式化 那我把它执行一下好了 好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有没有 这边就有一个格式 刚好是颠倒 好 那这里更正一下 应该是倒过来 应该是3 3 这边是33 33 2 2 1 0 把顺序颠倒之后 我们再看一次 结果 3 2 1 刚好倒过来 好 好 短的记得是3 这边更正一下 3 2 1 0 这样就可以 结果就可以输出了 好 这里的话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 两个 记得要impost 两个class 可以再更精简 精简到怎么样 只有几行而已 这些 其实通通可以 通通可以把它删除掉 包含哪一些呢 假设我今天 这个地方也不用 其实我程式可以怎么 怎么写的更精简呢 我直接可以在这边 把 把这些通通通通通通可以 假设delete 好 前面这个保留好了 如果说我要 让这个程式更 因为 3210 那是不是 你会想 3210 那是不是可以用一个 回圈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for回圈 那要 就是要降 降密的方式 就是3210 那你会想到就是 跑回 这个回圈呢 必须要怎么样 硬程 假设我们之前是从多少呢 都是从0开始 你可以用3开始嘛 然后呢 它的条件呢 就是i 必须要大于等于 多少 0 i必须要大于等于0 然后这个地方后面的 就是i 渐渐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回圈呢 好 这个回圈 建立之后的话 接下来 我要把这个结果输出 那输出的话我可以更精简 那我们刚刚是在前面设定format 之后再把它丢到那个system output里面去做输出 其实喔 程式码还可以更精简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呢 可以直接在这边 system 点out 然后呢 点print line 这地方的话呢 你就print print line print line 然后输出的部分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直接就把刚刚的format的方式写在这里面 不需要直接宣告 直接用在里面就可以了 data addate format get 后面当然get 这个要把它记下来 get date time instance 这个地方要把 有四个单字嘛 然后呢 后面刮弧 我们刚刚是要宣告 直接再来用 那其实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你不需要 不需要宣告 直接 就直接在这里面做就可以 那这里面的话包含什么呢 参数嘛 那参数我们就直接给i 做点 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好了之后的话呢 后面有一个 我们刚刚是把format 直接宣告完之后 丢给一个s 丢给一个m 丢给一个long 那这里的话 直接你就在这边 更精简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点 我们是在format 这边直接也可以在format 就不需要再丢给 一个新的物件变数 直接在这边就可以做了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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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呢就可以直接给他date 直接给他date 就好了 这个date 就是这个date 直接就这个date 有没有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同理可证 假设说我今天不希望宣告 有没有 这边 我是应该 我一个new 一个什么呢 这个class 那你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说 这个 就等于这个 那是不是说我把这个 丢过来这里 也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 有没有 所以你脑筋可以转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程式非常精简的话 甚至呢 你上面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不要宣告 可以 那你怎么做呢 把这个有没有 new 就直接new date 然后呢直接 这个new一个class 直接就怎么样 拿来用就好了 就不需要再传给date 当一个物件 这样可不可以呢 把它删除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写作的方法很多 那你特别注意 那刮壶是不是有正确 这边是不是多一个刮壶 OK 第一个刮壶 第二个刮壶 第三个刮壶 所以刮壶有三个 好 那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的写作方式 如果说 十几行 你要把它变成只有三行 就可以这样写 只是说这种写法 虽然很快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要再用到这个变数的时候 你又必须要把这个丢过去 也就是你要 你要变成一个date 你都要变成new date 好 然后呢 data format也是一样 你要这么一长串才可以用 那如果说 你把它宣告成一个 一个 S 一个 M 一个L 的话 就直接 一个很短的一个变数就可以了 那 因为这边我们如果说 只有用到一次的话 就用这种方式就好 但是如果说那个变数要不断被使用的话 一定要用这个宣告成变数的方式 所以 这边 那再来我们执行看看好 直接执行 好 看一下结果对不对 一模一样 没有问题 也是一样一模 有没有 那这个范例主要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几个 一个是date的使用 以后呢 如果你要知道现在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用什么呢 date 好 date 那date传回来的 我记得是一个long的词 一个long的词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 我把它设一个中断点好了 假设这边 我把它设一个中 这个地方把它设一个中断点 好 这边设一个中断点 那回传回来 你会发现在这边 它的词 就是一个long 我记得是个long的词的样子 好 到这里 好 再一次 诶 这 这 这边 这边才对 先把它stop一下 嗯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date的格式 它现在是被 执行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回传回来 就是这个词 这个date 然后呢 它的 玩fast time的话 就是这一串 也就是说呢 一个long的词 一个long的词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来判断 比如说 计时器好了 你也可以 比如说 某一个时间开始 你就先传给 某一个变数 等到这个 这个程式执行完毕 某个动作之后的话 你再把 这个fast time 传给 另外一个变数 两个变数之间呢 相减 就会是 这个 比如说某个程式执行的时间了 假设说你要做一个计时的动作的话 也可以用date的方式来做 所以这边的话 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用一个精简的方式来 来做程式的撰写 把画面还给各位 如果说我今天要取得系统时间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new date 然后点 它有一个方法叫get time get time 就可以得到时间 不过呢 得到时间回传回来 就是一个long的词 我刚刚有提到long的词 那这个方式 跟那个vb.net一样 vb.net里面有一个叫microsoft.visualbasic.timer 的一个值回传回来 也是跟这一模一样 只是用的 就是说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 但是方法 主要就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不一样 那 宣告的方式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你可以用new date 直接点就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 在这边宣告 宣告完之后 它就会把new date 把它指向哪里呢 Date的物件 那我们使用的方式 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呢 Date 这样结果是一样的 一个是两行事 一个是一行事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一定要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每个人的协作方式都不一样 那你如果只知道一种的话 你通常就会看不懂 人家写的成 为什么 这个地方 人家写的成是怪怪的 那主要就是说 两行事 那正统的当然就是 两行事来撰写 可是我的自己的习惯 我会 我自己有的时候 我会习惯用一行事 或者一行全部 都把它放在一起 就写完了 你不用再两行 而且甚至 有的时候 变数传来传去 自己都会搞混 尤其是你自己 没有注解的时候 更容易发生问题 为什么 前后不一 甚至你自己 上面已经有一个变数 你又不知道 又再宣告一个 然后造成区域变数 跟群域变数 同样的名称 那就会很容易有bug出现 那除了说这种 get type的方式之外 还有更简单 直接用什么 system 因为system不用宣告 它就是在那个 直接java有一个lang 有没有 有一个lang lng的那个套件里面 有一个system 那这个是 那个lang是不用 import进来 就会可以用的 所以很多人 奇怪 为什么system 每次都直接key 主要是因为 它已经预设 import 就是不用再import 不用再 把它贿入 所以system 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 current 现在的时间 一个叫 minus 就是说呢 现在 current time minus 就是现在的时间 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取得 我们要的时间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之后呢 它也是回传一个什么呢 一个long的词 然后第二个是tostring的方法 输出的话呢 就是 这个叫 它这个格式比较特殊 这边是什么呢 月 星期 september 月 然后几号 可是它西元年却摆在最后 年反而摆在最后面 那这个格式 你可以用dataformate 去做格式化 另外呢 最后gettime 也是得到时间 可是你会发现 诶 这两个值 一样吗 为什么不一样呢 没错 因为我先执行它 再执行它 那中间经过的时间 就是怎么样呢 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呢 就是 差1 那1的话是多少时间 怎么 不可能一秒吧 对 没错 一毫秒 就是一千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所以说你要计算 两个相减 有没有 我刚刚讲过嘛 那你可以用 data.gettime 先把值传过来 传到一个变数 等到这个程式执行完毕之后呢 再把 gettime再一次 两个值 把后面的值 减到前面的值 再除一千 就是它经过的 经过的多少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比较两个程式 程式码 到底哪一个run的比较快 有没有 经常我们都会想 執行效率也很重要 假如我去做一件事情 A run 5分钟 B 只要run1分钟 那当然我要选择 这个B的写作方式 否则 程式每次都要等5分钟 那实在是不合理 那我怎么去计算 哪个程式 写得比较快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提供给 给给你们 取得时间的话 一个system 点current time minus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get time 两种方式都一样 那如果你要取得完整的时间呢 就是tool string 当然如果你不tool string的话 结果也是一样 因为它也是输出成一个字串 输出成一个字串 那formate 就是结合刚刚我们 102的范例 来看 这部分的话 把画面还给各位 好 把画面还给各位